然后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出伯的养活问题 第一个出伯的时候我有两棵聚财山 也就是他说的这个了 当然了有很多人的叫法不一样 你比如说仙人子啊 比方说这种什么珊瑚啊 叫法不一样 这个花手叫聚财山 这两个花呢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右边的这个花盆比较浅 那左边的这个花盆比较深 有什么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如果说养护环境都一样的话 深一点的花盆会更加利于养花 你发现了吗 那这个呢 就可能是盆土 你可以换一个深一点的花盆 只有说是根系 它是往下长的 你一定要明白 植物大多的根系都是往下长 因为正常的自然环境来说呢 是地下有水 它说是拼命往下加 往下扎根 你看你这个用的就很浅 所以说它长的就没有 左边这个望 明白了吗 可以换一个相同的花盆 试一试 好吧 下个初宝说 茉莉是什么茉莉啊 能长成树吗 这个茉莉是什么茉莉 看了一下不像双色茉莉 也差不多是双色茉莉 它长不成树 它就是这种矮小的那种灌木 好吧 只要是茉莉 我发现都是洗光的 除了那个马达加斯加茉莉 它也不算茉莉坑的 它都是洗羊 明白了吗 这个你想要它长成树 你就得把边上的那种给它剪掉 就留一根或者两根 它就会长得略高一些 如果是一虫的话 它就这样 明白了吗 初宝 等这个事就行 下个初宝说 为啥总是看不到我的问题 买的咱家的茉莉 叶子慢慢的干枯了 还能救吗 不是说看不到你的问题 是看得到 一直跟华尔明说 茉莉 不论是什么植物 它都需要一定的光照 有的话 说我家里边就是没光照 那就你就控制浇水 就是你没有什么光照的时候 你就尽量的控制浇水 等到干了 茉莉叶子稍微有一点发软了 盆土很干的那种的时候 你再浇水 你看你花友呢 没光的时候拼命浇水 咋的没太阳 你浇水它能攻上吗 不可能的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 基本上90%的花友 就我接触的来说呢 都是把花仰死 都是因为这个水还没干了 这个盆土还没干了 又浇上水了 它重复这样的操作 三五天就浇一次水 它总控制不住 你就看看那个花盆 你看着干了再浇行吗 你看着不干别老浇 湿乎乎的 甚至一抓能钻出水来 你还浇 那就不行了 这个花友就这样 这个叫水大缺光通风叉 我一说这句话 很多花友都外回看洋花了 你上去一句水大缺光通风叉 嘴没错 90%都这样 肯定错不了 所以说这个花友 你下次再养的时候 要注意一点 你的浇水频率 好吧 希望能帮助到你 像这么说 这啥花 买的花刚发芽 求名字 这个像是珍珠梅 很像 叫福建茶 我看得很像 但是没办法实际的确定 可能花耳梅会更明确一些 我看得像福建茶 下个周博说 开花一 不长根还烂 咋弄 这个不长根还烂 你控水 你别拼命地浇水 就是你现在这个猪顶红 你就是 即使是你不浇水 什么都不做 它明年也死不了 明白吗 就你放到你那个土上 你那个土呢 你要是老花一那种 通行的配方土 很松软的那个 你保持微微的潮湿 就是摸一下 感觉微潮就行了 别老是 一抓出水的那种感觉 行吗 用一点杀菌药 你要是等到干后了 你下回浇水的时候 用一点杀菌药 明白了吗 它还会长根的 怀疑你用的这个土 不行浇的水多 就是俩事 别的没什么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沾一 白了吃吧